在2000年的时候,北京的家带接到了一通电话 打给家带一通电话呢,不是别人 而是他昔日的一个老班长石广源 在北京那边有求于家带 没曾想,家带帮着当时石广源在这个河北狼房那边处理 南二环四哥的问题之上 让家带受漏了牵连 包括当时那个河北狼房那边的大哥三晃 这不也出面了 直接把家带他们几个围到当时那边那个河北西家庄 结果刀镜到底是如何 这件事也是因为什么启发的 咱们就从那个家带那边说起来 大哥在北京那一天这段时间挺忙活的 因为身边的兄弟不牢少找他办事的 再加上乘哥拽他挺紧的 再加上自己家有点事 再加上这个人际交往啊 那你说他能闲着下来吗 赶这么一天就是在这个表行二楼那边 刚刚这一作业 没啥事的时候电话就响了 大哥也习惯了拿电话里瞅 一个沫上号他也不认识谁 接起来了 喂,喂,你好 哎,你好,你是那个任家中吗 啊,我是任家中 你是,家带当时挺迷糊 为啥呀 因为现在的界面上吧 我任家中叫的人非常少 一般都叫家带比较多 都叫家带那个绰号 但直接叫任家中 家带还有点迷糊呢 听着口音也忘了 也听不出来是谁呀 说你是哪位呀 哎呀,说家东啊 你听不出来我声音是贼了 那个,你还记得北海舰队吗 北海,哎呀,那不是北海舰队 是我当名的地方 啊,那你记得就行 你还记得一个大哥叫广源吗 还记得他曾经在甲板上 咱们一起奋斗过吗 广源,啊 你是石广源 啊,对,我是石广源 那个,家东 那不是我老班长吗 哥 哎,哎呀 那个,宗帝 想起来了 哥 你哥哪呢 哎呀 我,我哥北京呢 完了,我试试 别人给我个号 说是你的号 我说到北京 我联系联系在那边 那个,没声响 真打通了 这是你 你哥哪呢 啊,说那个,宗帝 我 我哥北京现在哥那个 那个,这是朝阳那边 宗盛表行 这二楼呢 哥 你哥哪,我接你家 哎呀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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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挺偏的 不行我打车过去吧 你打车个啥呀 哥你这么来我接你家 不对 弟弟 哥给你打电话 没有别的意思啊 就是挺长时间 没看到你了 想你了 不是想在北京那边麻烦你 要是想麻烦你的话 哥就不给你打电话了 就是想跟你见见面 说想跟你那个热不热火 咱们在一起做一做啥的 哥 你现在过来吧 我不管我有没有事 我把事推了 我也得见你啊 多少年没见了 十多年了吧 你看正经十多年了呗 得有个十三四年了 哥 你赶紧过来 我安排你吃饭 再喝点呗 行 那我找你去 啊 那个中的 八大一挂 马上给旁边一瞅 谁打电话呀 这么兴奋呢 加勒讲话 北海舰队 我一个老板 两个打电话 当时我们在这个 北海舰队的时候 我们关系就不错 说大哥来了 那真是 让我格外的高兴了 这不加勒给他等不大会 楼下这边 开过来一台 打了一台出书车 干过来了 当时这边的十广员 穿的 不能说破破烂烂嘛 但是肯定是不像 加勒他们那么体面 打这个车上去一下来 戴哥打 当时这边 楼上也下来 特意接的 一瞅见十广员 十广员 有点变化 但是加勒的变化不大 十广员一眼就给倒上了 妈呀 中店 你这么多年 一点都没变呢 戴哥讲话 老板呢 你不也没变吗 我变了 我变老了 但是你从外表来看 一点都没变 甚至比原先那时候 还年轻呢 说哥 你别埋下你弟弟了 说你啥时候到北京呢 我来北京 呆了两天了 那咋没找联系我呢 我也不好意思 你说北京那边 我办点事 办完事 我准备两天就走了 没声响 你还真接了 我听他们说 你现在跟北京 混得挺大 混得也都挺好 所以说 在你好的时候 哥不想打扰你 哥 咱是一起 是在家板上 战斗过的人 咱是一起经历 有经历的人 你跟我扯这个 不扯远了吗 到什么时候 你十个往远 都是我家带的好哥哥 都是我的老班长 哎呀 那个总理 哥这么难 咱也别说上 那个总统表行了 咱找地方 咱喝点 还能喝不 还行吗 还跟以前比 肯定是差点 哥 走 喝点酒 这不他们几个 马上这边 也跟他们出来了吗 在当时这边 那个饭店里边 坐在一起 吃点饭 喝点酒 当时这个 人事广员大哥呢 老大哥 挺好的一个人 一点事都没有 跟家带喝酒呢 也闹以前这些事 那越烙点越投入 越投入的酒 喝的越挺多 大哥哥那边 就喝着喝着 就说说 管大哥 你现在哥哪待着呢 我之前在那个 河北廊坊 马上一听 哎 哥你个河北廊坊啊 啊 个河北廊坊 哎妈呀 我们总去廊坊那边 廊坊那边 我们有哥们 那个开洗浴的 那个金波帆 你知道吧 啊知道啊 那个廊坊那边 咱正经知道呢 那个乌迪老板 他弟弟乌明 咱哥们 非常好使 他跟北京那边 还有厂子呢 也动不动 跟北京那边 我们在一起吃饭 哦 加带你跟那个乌迪 他们关系不错啊 还行 我们关系正经不错了 那是我一个好弟弟 哎呦 我天哪 那带弟 你现在了不得了 你跟乌迪都称兄道弟的 那你老厉害了 哥呀 我怎么感觉 你好像有事呢 有啥事 不行跟弟弟说说呗 我能有啥事呀 啊 在地 我看着你们好就挺好 那你们呀 是你打着河北山庄 你说那个之前住那 找到以后要换个地方 啊 想上南方闯一闯 上哪啊 上深圳 上广州那一带呗 上那边留着留着 听说那边好挣钱 上那边啊 那边咱们也行啊 马上讲吧 咱和那个深圳那边 罗湖区 非常牛逼 咱和那个 左帅那个福田区 也非常大 广州那边 物流园的送蓬飞 火车站呢 那不提了那小子 那还有那个立弯呢 咱敢这相当行了 一说这话 施警员当时就懵逼了 加带现在是在哪 哪哪哪哪都好使 哥这瞅子瞅子 加带个一瞅 不对劲 说哥你拿我当外人呢 你要是说那个没事的话 我从眼神 你不是这样 哥 而且我从你的衣身着穿着 哥哥你那个言传举止 你是挣过钱呢 哥可不挣过钱 咋呢 退伍不后 哥就整个饭店 在那个哪 在那个当时廊坊那边 干的真挺好 我不比咱们今天吃的饭店小 也一二三层楼 一年挣个两三百万也能挣 带个家伙 那肯定的 说生意挺忙啊 挺忙 干了好几年 说现在饭店咋样 现在饭店不干了 不景气了 咋吧 别提了 人到一定程度飘了呗 这钱也没攒住 耍呗 完了 整的啥都没有了 加赖啊 你现在挺好 你守不住你这份家业 比啥都强 听哥的 哥是过来人 有 总比没有强 带个讲话的 说那个 你从那个 那哈市家庄这边过来 得到人了 既然你这么提了 歹地 我就说一嘴 老哥呢 也是年轻计较 头段时间呢 也是没有点钱 这个也是 别人看不起我 在那个 南二环那边 跟一个叫大光的 我们就干起来了 南二环的 有个大哥叫什么 那个四哥的 他兄的 他在那放橘子的 我不总在那玩吗 我后来没钱 再去玩吧 就瞧不起咱们 你说咱们那个眼睛 那个呢 还眼睛那么高 还能说让你瞧不起啊 我的脾气也不好 我就给人揍了 打完之后 这他妈的 这一小子 这四哥这一小子 那个石家庄挺有实力的 尤其在南二环那边 扬言了 不让我回去 昨晚我又把我腿打折 我一瞅咱也干不过人家 人家地地道道的社会人 我心里心里就垃圾不倒吧 就别扯那些王八犊子了 我就走吧 此地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石家庄那边 咱也 翻身上也费点劲 那我就上广州 我上深圳 我看我能做不都干了啥 我能整点啥 我整点啥 我白手起家 我要起来 我就牛逼 我起不来 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我就这么行的 我正好到北京那边 都说你家来现在不做 我倒是不是说想判你啥 想用你啥 我就想看你 毕竟这么多年了 曾经咱们感情放在那 咱啥都不说了 看你眼这两天我就走了 再恶意吵 说大哥 你走太远 你也不如家里边好 你给那个石家庄待了这么多年 就这点事咱就走了 再说了 这还叫做个事吗 给他打了能咋的 打了就打了 不行给他赔点钱 赔礼道歉 那得了呗 他怎么还能说 不依不饶的 不是大地 那个你不知道那谁 那个男二环 那个四哥 他他妈生性 你没事 马上讲话 我给吴迪打电话 我现在给吴迪打电话 我说哎呀哥呀 你到咱家来 他多大手 咱们没经历过呀 一个电话是不停的 让吴迪跟他说说 八八一个电话 直接打给谁了 打给吴迪了 这边来也没来得路 在家那讲话 你不用拦着 你让他打电话 让他马上跟他说一下 电话直接就打到 河北石家庄的吴迪这 吴迪拿电话 这不一吵 哎 三哥 打电话了 啊 吴迪啊 哎你忙啥呢 我们还是 跟金波帆那边待着呢 咋的了 哎 那个南二环那边 有个叫四哥的 你这没认识 南二环那个 知道吗 四哥哥那边挺耗实 哥石家庄那边也挺行 咋的了 那个 咱那个带哥 有个老战友啊 叫姓石叫石广源 这不是打着 那个石家庄那边 好像给他兄弟给打了 打坏了咋的呀 跑了 他那边抓那个谁 抓石广源呢 这不我们几个在一起吗 在北京呢 完了这边 你给说句话 差不多得了 是要钱还是咋的 那个差不多得 要不然他再给 逼死八死 不就去干呢 啊 哎呦我操 那行三哥那我知道啥意思了 行 那我那边说一句 啊 好了啊 哎 大哥说完了 没事 那个家该骑士该喝喝 乌迪就给咱这事办了 那河北夏庄大哥呢 是 哎呀 呆弟你看 这就不用加带养瓜的 乌迦 既来之自安之 和北京多待 多待几天 我陪陪你 就这么 他们和北京呆了 这不是乌迪 哥那边一行 你看马赛尔加赖的事 他就打着话 咱给说一嘴的了 南亚黄那边 那个四哥堡 挺就不留米 一个这个当时石家庄那边 本身人家自己玩就挺大 挺造型 乌迪跟他也认识 有的时候乌迪跟他 到他那还耍钱啥的呢 一个电话 直接就给四哥就打过去了 四哥拿电话一吵 乌迪 哎呦我操 和当时办公室里边 人们就不老手 哎 迪子 打电话了 哎四哥 忙啥呢 我没按事咋的 哎四哥 有个事我跟你提嘴吧 咋的了 你说吧 还提什么一嘴 我这跟你办了一番事的 四哥还是你讲的话 啊 你说吧 乌迪咋的 说那贼 有位姓石叫石广元呢 你还知道不 这个人 啊 石广元呢 啊 那个 他是我一个哥哥的朋友 这人现在搁北京呢 完了 这个人呢 就要夹带 跟我过去 贼就跑 给我打电话 说那意思 他和那个 咱们河北夏拙那边 说和你那 把人给你兄弟给打了 是不是 打得挺严重啊 不行 我们给他拿点钱 看点病 我们到负责了呗 啊 你说那个 四哥 谁的 石广元 搁那个北京呢 搁北京呢 北京哪呢 哎呀大哥 你看他自己搁个家 搁那个 好像在中正表行那一带 啊 也是在朝阳那一带吧 啊 我跟你说 这小子挺不地道 咋的呢 四哥 咋的 他能碰我人吗 他敢碰我人吗 他敢碰我人 一下我把手指 给他绝舌的 你知道他为啥躲着我吗 那我不知道 他在我这 拿了三百万 耍钱 啊 输得逼迫吊散呢 钱钱活不上 利息利息给不着 我打电话找到 他他骂我 你说我不找他吗 啊 我可瞎装那边 我玩了这么多年 谁敢在我这又吃 我这又喝 我这回头还骂我 那我能关他吗 你说吴迪这个面子 我能给吗 三百万加利息 现在折补一下的 六百多万 要给钱啊 吴迪 行 我给你面子 我这已经给你 天大面子了 我不动他 把钱给我找过来吧 多少钱 六百万 六百万 两百带利 吴迪啊 四哥给不给你面子 你自己颠颠一下的 他怎么跟你觉得 你在电 这人行吗 你还管吗 吴迪 你这么的 四哥 我这边跟那个 带哥点一点去 你那个 这边你等我电话 行吧 行 吴迪我等你电话 哎 好了好了 八大一挂 当时这边那个 四哥给这一座大光 他们给这一听 说什么 十广员都站起来 哥 那个大光啊 把车给我准备准备 走 上北京去 咋的哥 十广员跟北京呢 跟朝阳那边呢 走溜溜他 这回我他妈逮着你 我不拔你皮 我都让你惯了你的 这边当时那谁 四哥他们开车 就往当时北京来 吴迪 你也没写的那么多呀 那你一电话 自己打给家带 带哥这不接的吗 哎 吴迪 四哥这个事 他欠人家钱 耍钱 欠了人家三百万 这现在连理在外的 一共是六百万 人家叫号了 咋整啊 啊哥 这事你说咱管还是不管 带哥这一吴 电话 吵一眼 直接自己走出去了 我得呀 不管欠多少钱 你跟那个四哥商量商量 那还一还 然后这个利息 看看能不能不接了 三百万本金咱给人家 咱们不能说那个 一大七小 咱不能这么干 钱一码事归一码事 利息咱走个面子 回头有啥事 找我家再为他办 你还行吧 吴迪 哥 就别管了 不管了 你知道四广员是我啥吗 十广员是我老办长 你让我不管 我就不管吗 那行啊 那这么的 那我跟那谁 我跟那个四哥再说一说 你看就这么的 接下来 这个故事该往哪个方向去走 预知下集如何 请观众老弟下集 嘎嘎精彩